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倒是不知道 因为她拒绝了协会的邀约 不过 如果您有兴趣的话 倒是可以去找找她 说不定 她会愿意接受您的委托呢 毕竟有的冒险家 虽然不愿意被协会束缚 却很容易接受来自另一位冒险家的邀约 而且 如果那位陌生人真是为实力强大的冒险家 一定能对您的冒险有很大帮助 请您自信一些 您可是西风骑士团的荣誉骑士啊 您的事迹到现在为止 还被那些营游诗人们不断地传唱呢 啊 有关她的消息 您可以先去问问劳伦斯先生 他是驻守城门的骑士 说不定会知道一些关于那位陌生人的事 祝您顺利 冒险家 荣誉骑士 您有什么事吗 戴着眼罩衣着奇异的金发陌生人 我想想啊 有点印象 最开始他在蒙德城里到处走动 因为看起来就很可疑嘛 我就想稍微观察一下 但我的跟踪很快就被他甩掉了 不过 这种小事 应该还不至于拜托侦察骑士 从空中去追踪吧 有秦团长在 应该也不用担心 一个只是外表可疑的人 会影响蒙德城的安危 但如果是秦团长本人 也许会比劳伦斯 做出更认真的反应呢 确实 不过反过来说 这种可能引起秦团长 过度反应的事 好像就更不应该告诉他了 对了 听说在我注意他之前 他在瓦格纳的铁匠铺待了一会儿 不知道和瓦格纳说了什么 你去问问瓦格纳吧 说不定他也知道一点儿 关于那家伙的消息 怎么 你有什么事吗 哦 我记得 他前几天确实来过这里 说是想要买一批锻造材料 但是他说的那些材料 我几乎全都没有听说过 他又看了一会儿我铺子里的剑 然后就离开了 我听说他有时候会去 天使的馈赠里喝酒 西风骑士和冒险家协会 要是想抓住他的行踪 那大概是唯一可能的地方吧 天使的馈赠 那么迪卢克老爷 也一定注意到那位陌生人了吧 总之 我们先去天使的馈赠看看吧 葡萄之日还是苹果酿 查尔斯先生 请问您见过一位 戴着眼罩的金发陌生人吗 哦 见过 他每天晚上都会来光顾 只喝酒不吃其他的东西 而且他在点了酒之后 偶尔还会自己调制一下 其他的事我不知道 但就酒的品种挑选 和他的调酒手法来说 他是一位对酒颇有品味的先生 那迪卢克老爷 对他有什么看法吗 我刚才说的 就是迪卢克老爷的看法 一位对酒颇有品味的先生 不愧是迪卢克 果然只有他 已经全都调查完了 如果您想找那位先生的话 他昨天刚刚预订了一瓶新酒 今天应该也会光顾 一楼的客人太多 声音太嘈杂 您要等的话 就去二楼等一下吧 五楼 好 诶 我的天然 哦 欢迎光临先生 您预定的酒已经准备好了 那个人真的来了 我们快下去看看吧 来 继续喝 完全没有搭理我们的意思啊 旅行者 你为什么要旅行 这个理由还算不错 坐吧 坐对面 这 这算是搭上话了吗 真是个奇怪的人 你旁边的这个小东西 嗯 我们是最好的伙伴 旅行的时候有人陪着 倒也不错 我的名字是戴因斯雷布 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好 您您是这么冷淡的人 这样答应下来 让人非常不安 但是 你要提前支付我报仇 五百摩拉 和三个问题 五百摩拉一次性支付 三个问题 稍后再问 就这些 这种报仇更加让人不安了 总觉得会有什么问题 我收下了 那么还有三个问题 你得在这里回答我 对一个问题的回答 没有对错之分 只是不同态度的招式 我只想知道你的选择 你只需要做出回答就好 第一个问题 蒙德城的龙灾 是你和那位 自称温迪的风神联手解决的 在你看来 终结龙灾的关键是谁 我知道一切我应该知道的事 回答我的问题吧 这就是你的回答吗 我知道了 第二个问题 护佑黎月港数千年的阎王帝君 用自己的神之心 定下了内容未知的 所谓终结一切契约的契约 你认为 在失去了神明以后 黎月港又会由谁来守护 这就是你的回答吗 我知道了 最后一个问题 这个世界上 有得到了神之眼的人 和没有得到神之眼的人 你认为对神灵而言 这两种人理 哪一种更加重要 这就是你的回答吗 我知道了 看来 你还是和他不一样 五百摩拉我收下了 你对世界的认知 我也多少了解了一些 那么 按照约定 你可以委托我做事了 不过我只接受和深渊教团有关的委托 我和你一样 正在旅行之中 你是为了寻找亲人 而我是为了对抗深渊 这些侍奉深渊的怪物 是深渊教团在这世上散播混乱的爪牙 而我这次来到蒙德 只追踪着深渊使徒的痕迹 深渊使徒 是深渊中的一种更扭曲的怪物 深渊法师们的统领 对啊 龙灾之后 我们好像就一直在离愿 和愚人种这种人类内部的恶势力纠缠 一直没有非人的深渊教团什么事呢 恐怕 这其中也是有什么原因的吧 或许 他们是被某人命令 刻意绕开了你的行进路线 听上去好危险 是为了在更合适的时机埋伏我们吗 嗯 我们可是很厉害的 真是 和他一模一样的骑士 也好 我们去实地看看吧 根据我手上的一些线索 深渊教团 曾经重新进入过西风之鹰的庙宇 在那里会合吧 你对深渊的疑惑 或许在那里会有解答 你对深渊教团的庙宇 我们要继续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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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服务 我们要继续吃 不服务 这座宇里确实有深渊的痕迹 西风之鹰 虽能屏风翱翔 但始终也只是徘徊在神明的光芒之下 没什么 我们快点进去吧 我 深渊的气息越来越重 过远了 深渊使徒 到底长什么样呢 是不是和深渊法师差不多 我们先继续往前吧 如果能见到那怪物 那么我不解释 你们也能清楚 开锅了开锅了 秘密 秘密 任何人混吗 救命啊 实在打人了 好 愿 Keeping 嗯 逃 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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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命运的虚影 天命既定 开关了 开关了 他没了下场 热火热火嘛 见识下师傅的枪法 嘴里 咸的 抽油 看不是 敏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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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锅了开锅了 热火热火慢 水中幻月 火热火 目标确认 烦人 天命既定 火热火 火热火 命运的血 开锅了开锅了 提奥娜四条 火热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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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的看到了那些深渊法师吗? 看来深渊使徒可能已经离开了 深渊...是混乱 也是毁灭 是一团不可捉摸的癫狂混沌 侵蚀这个世界的根基 这就是身为神灵眷属的东风之龙 也无法抵挡深渊力量侵蚀的理由 而深渊中的怪物别无他求 只为颠覆神灵治下的世界 戴因对深渊真是了解 哼 我与深渊缘分不浅 好了 闲聊就到这里 我们该往奔狼岭去了 根据我最近的追击 深渊教团出现过的另一个地点 可能就在那头老狼的领土上 或许 我们可以在那里找到深渊使徒 游行 могли变下去 去 제가 解决市越多 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 我不认识那头老狼 他也不认识我 我之所以知道这些 是因为我曾经的一位旅伴 想要听他的故事 好 我们还是去看看深渊使徒 有没有来过这里吧 从哪里开始找呢 嗯 戴因站在这里 难道是和这堆奇怪的篝火有关 没错 火焰上漂浮着的正是深渊的咒语 以教团的形式风格 或许在附近还有类似留存 在附近多搜索一下吧 在附近 撤离不思认 好 我们是不是有关 不认识 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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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衆识 识识 补识 补识 衆识 衆识 灰火变的魔物是不是被深渊教团驱使的呢 有点吓人 先打倒他们吧 命运 命定于此 走开 这样应该就可以了 快去看看那堆篝火吧 看这堆篝火的样子 好像也和水源有关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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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那种飘着正雨的篝火 看来 深渊真的在这附近活动过 这群魔雾是从哪儿冒出来的 快打倒它们吧 命运 水中火 正能冒出 请回赶 由于准备 我以为准备 往再过 咱们是这些 你已经搜索完了吗 我刚才在这附近 也搜索了一阵 确实有一些痕迹 但是 那些都只是 深渊法师留下的痕迹 没有更深层的 深渊力量存在 看来 即使是深渊使徒 也不太愿意 招惹北风的亡狼 我们也离开吧 那头老狼 唯一值得夸赞的 就只有他的领地观念了 线索又断了 只能放弃了吗 不 还有最后一个地方可取 行动起来吧 我在封龙废墟等你 打开 一边 3 4 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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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现在这个地名的重点 应该是废墟 而不是风龙了吧 其实在我的记忆里 这片废墟大部分时间 都与那条龙没什么关系 我第一次见到旧蒙德废墟的时候 东风之龙还未堕落 更不会来此驻巢 可是 我记得特瓦林出世的时候 是在几百年前 不必深究 曾经封印着这座废墟的导光机关 你应该还有印象吧 如果深渊教团对这座废墟有兴趣的话 那他们一定不会错过这些机关 我们就先去一处导光机关看看情况吧 看前面 有好多魔物聚集在一起了 光伴 吞火 讲不通 就打扁了 命运 在此显现 す Audrey 提到了 腹放下 granddaughter framework 问回 席让它剃瘦 lihat 化狱 接到了 恰瘦 255安视程召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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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召 gezeigt 敏定于此 走开 水中换月 摊飞的下场 开锅了开锅了 结果 我们还是没能见到深渊使徒呢 不必直视那种怪物 这不该说是遗憾吧 但我想 以后你一定会与它们有所交集 不不 你说得对 既然是厉害的怪物 那就算见到了 最好也绕着走 旅行中的危险 如果绕着走就能解决问题的话 那就再好不过了 只是曾经 与那位旅伴一起旅行的时候 有所经历罢了 呃 戴音 你总说旅伴旅伴的 你的那位旅伴 现在在哪里呀 他 他不再旅行了 因为 旅行实在是太让人疲惫了 这样啊 那么 戴音为什么还在一个人旅行呢 我 还有一些事没有办完 等办完了之后 我也会回家休息 有家能回 也是好事呀 我们旅行的时候 经常不得不在野外露宿呢 喂 等你找到了亲人 我们也去那里安个家吧 蒙德的鱼人吐司很好吃 李悦的万民堂也很不错 嗯 总之 一定要安在一个有很多好吃东西的地方 家 等你的旅途到达了终点 再考虑停留于何处吧 在旅途之中 就先 咦 什么熟悉的气息 熟悉的气息吗 除了可能是熟识的人 还可能是熟识的魔物 不管是哪方 如果想要弄清楚 直接过去看看就是 从那边可以迅速去到山崖上 出发吧 大英先生走得真快 我们也快点用起 那风场飞上去吧 好 好 你说的那种熟悉的气息 还能感受到吗 但这周围 无论是人还是魔物 什么都没有啊 确实 没有什么异常的地方 和我上次来这里的时候 景色也没有差别 上次旅行的时候 我的旅伴带我来过这里 那戴因 你自己呢 你自己最喜欢的地方是哪里 我 我已经记不清了 那一次旅行 我只是一直陪着我的那位旅伴 仅此而已 一技守卫的脚印 在这里也有一技守卫游荡吗 真是连一株蒲公英都不得安宁 都不得安好 天啊 对 对 我是 我 公牛 都不得安宁 不得安宁 水 你刚才怎么了呀 怎么在原地发呆这么久 你 你是说感受到哥哥了吗 可是 这是怎么回事 你刚才只是摸了蒲公英一下而已啊 或许 这株蒲公英上 带着只有你能感受到的气息 至于原因 难道是他经历了什么 与你有关的时刻吗 你说的这些可能性都太模糊了 一点头绪都没有啊 不要焦急 烦恼与焦虑是心智之敌 你的旅程才刚刚开始 不是吗 至少现在你知道了 他还在这个世界上 在这种时刻最重要的是 就是这场寻找他的旅行 这句话确实很适合时刻牢记 作为旅行背后的意义 祝你在旅途的终点寻回血亲 那么 我们就在这里暂时道别吧 你这就要走了吗 只是暂时离开而已 别担心 我们之后还会再见呢 毕竟我收了你五百摩拉 还有三个回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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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